接着 宇晨啊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见了几个老保佣 叙叙教 你还在忙 我刚才有一个病人 做了个手术 你脸色不太好 那天休息吧 明天也早点休息 明天我还要带你去练枪呢 听说今天晚上 子伦伦出事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行 那一会儿我给子刚打个电话 我再问问她 好 需要帮忙的话就来叫我 好 早点休息吧 本身阁下已经死了 A01也被寻补房拿走了 这件事一旦捅破 将会对我们很不利 我可以去寻补房 把A01拿回来 一定要小心行事 千万不能再出差错 我知道 但是记者那边怎么办 这个我来解决 你赶紧去寻补房吧 好 Cl tamp could I call you 인이 comes to the слова 你就不要 Grippure 找刘兆林听电话 你谁呀 不用问我是谁 找刘兆林听电话 我知道他在 我救刘兆林 你谁 我是东山龙盛 什么事 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你们诬陷我女儿 还有脸求我帮忙 你不用太激动 只要你肯帮我们的忙 我可以担保你的女儿 安然不恙 我凭什么信心呢 我们既然有能力 宣判你女儿的死刑 也一样有能力 能救她出来 前提就是 你必须和我们合作 只要能救我女儿 做什么都行 制造τη卫 处长 这枪怎么处理 日本人的罪证 收起来 好 那去征务室所 好了 一定要看好 好 报本中和刘子刚回来了吗 回来了 他们都在报处长的办公室里 来 您不能离开办公室 我告诉你 我还是警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你再敢拦着我 我搁你的支 下午进一趟 太平股 你怎么会是 Polizei 鸡香 你怎么去 下面 我 人才能在联赏 记得 您 spoilers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目无法机 横行霸道 这两个人我早晚都要抓住 你也不能一概而论 今天至少有一个黑衣 帮我们揭穿了日本人的阴谋 对 明天报纸一出来啊 看看这些小鬼子怎么收场 收不收场是无所谓啊 至少能证明 子言是无辜的 你们太天真了 爸 你们真以为依靠所谓报社 揭露了真相就可以救子言吗 为什么不行啊 明天日本人的阴谋 就会公布于众了 子言应该没事了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既然日本人能用精神药物 控制住子言 那么他们肯定一口咬定 黑衣的同伙 用相同的药物 控制那个死去的日本人 你们所谓的证据 只是一个死人的一面之词 那是没有用的 刘叔叔 除了证词以外 我们还有一把狙击枪 可以做一下弹道分析吗 不好了 不好了 报处长 那把狙击枪 逼人抢走了 什么 抢走了 人家 属狙击枪 你或者你 住手 把劳击枪 熟诃 凯恩 哪有大人 再说 劳击枪 这些人 要把他 骑过 你 让他们放过紫妍 你确定他们会答应吗 他们肯定 不想把事情当大 他们一定会答应 爸 要不是为了紫妍 我绝不可能向日本人妥协 所以啊 现在重要的是紫妍的性命 命都保不住了 拿什么跟他们拼的 刘叔叔 你说得特别对 咱们现在呀 先忍一忍 等救出紫妍了 以后总有机会 数据这些日本人 社长 稿和照片都出来了 马上拿去印刷厂 重新拍板 天亮之前 一定要把报纸印出来 好的 你们要干什么 租借有命令 今天晚上在紫罗兰发生的事情 一律不许报道 为什么 你别问我为什么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所有的报社我都已经讲了 没有人可以报道这件事情 你们这是隐瞒新闻内容 新闻的内容 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才能发布 今晚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了 这是瞒不住的 谣言我管不了 那我也不想管 这是寻补房拟定的新闻稿 明天你只能发这个 走 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 你说我心里这个恨 哪儿 现在租借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看来他们打过来 是迟早的事 开战也好 还能打个痛快 总比让他们洗在头上想 子言怎么样 子言刚刚回家 她 意识恢复了吗 她只记得我们 之前的很多事 他都不记得了 医生说 这是大脑神经受到药物伤害 导致的失忆 那你说他还能恢复 失忆这种病症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也许有一天 他会突然恢复记忆 也有可能 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想不想见他 女儿啊 这一张 女儿 你记得吗 这是你十五岁那年 我带你去香港玩 想起来了吗 没关系 再慢慢来 总会想起来的 进来 进来 刘叔叔 自言 我是豹马中吗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要带你去捉螃蟹 对 尚书淘鸟窝 有印象吗 阿杰 怎么样 子刚 先进来 他们都在自言房间 你等我把他们引开 再进去 好 爸 爸 子言怎么样 子言 爸 有件事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 咱们出去说吧 好 女儿啊 自己慢慢看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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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怎么又哭了 那天出病的时候 你就哭了 我都快晕过去 你妈还有你妹妹 哭得也很凶 那是我爸出病的日子 那年你八岁 子源 要是再这样下去 租界肯定会被日本人完全控制 所以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应对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 我就是还没想出来 所以 就想请你们一块儿商量一下 对不起 我去下洗手间 去吧 那个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懂不懂李叔 客人进去 子冈 来 你坐 咱们 還去的很硬 一本鬼子不許欺負我們中國人 快過來 姑娘 巴克 巴克 那天他救了我 後來你還辦過黑衣呢你記得嗎 你跟我說過小時候黑衣救過你 自從那一次以後 你就希望自己能夠變成黑衣一樣 做一個行俠仗義的人 不記得嗎 子言 唐玉姐 是誰讓你進來的 我 只是想看看子言 有董事的話你忘記了嗎 出去 我 子言 那我回頭再來看你啊 難道你讓劉董事親自請你出去嗎 我是來可以講工作人員 這個人叫我 我 有人沒有擇管 他害的 雨河离他远点 我会保护你的 雨河离他远点 雨河离、照明止 なんてのは雨河离 雨河离 雨河离 你真是黑衣 子叶 子叶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我太想让你早一点回复记忆了 看来黑衣在你心里真的很重要 黑衣 谢谢你救我 可你为什么要走啊 女儿啊 我怎么听着有人说话的声音呢 睡觉不是关窗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 好 阿云 金老师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看报纸呢 报纸上有什么大新闻吗 有啊 新闻头版说黑衣另有其人 你的子叶姐姐已经释放了 开心吧 这件事情啊我已经听我哥说了 金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觉得黑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不可能要为你 她是个大英雄 我很崇拜她 如果让我见到她的话 我就此生无憾了 你笑什么 金老师 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 你一定不能说出去 什么秘密 其实 其实黑衣就在我们家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以前的黑衣啊 是我爸爸 现在的黑衣 是我哥 你都看见了吗 当晚了 我爸以前从来不瞒我们的 只不过 我哥哥办黑衣的事情 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那天莎莎姐也在 是她跟我说千万不能输出去的 所以你也一定要保密 金老师 你去哪儿 我本来就知道了 我说你什么事 是什么事 我像你带来的 是什么事 你是不是 我本来的事 是什么事 我认识了 我还没想到 你不是有什么事 我认识了 是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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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听 这什么曲子 哥 这是金老师刚教我的曲子 金老师呢 好像在诊所 好 哥 金老师又给我买了一张琴谱 你能帮我把它哼唱出来 我来弹吗 好啊 在哪儿啊 在钢琴上面 会长 有人在你的办公室里放了黑衣的牌子 犯犯之悲 不足为惧 贵长 这块令牌是黑衣发出的追杀令 此人号称上海的枪王 我们好多个兄弟都死在他的枪下 知不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传说叫做后裔射日啊 学生听说过 你觉得一个发明了火药 就未能发明枪械和大炮的民族 真的能把太阳给射下来吗 保护会长 会长 你怎么办 哥 你怎么了 这是谁给你的 我说了 是金老师给我的 阿云 这张不是琴谱 不是琴谱 阿云 你好好想想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会不会是拿错了 金老师给我琴谱那天 他说他要去找子颜姐 我不放心 就偷偷地跟着去了 后来在半路上 我摔了一跤 把琴谱弄丢了 最后在附近发现了这个 我以为是琴谱 就把他带回来了 那当时金老师人在哪儿 他就在附近啊 他就在附近啊 我差点迷路路 是他把我带回来的 继续谈情 不要听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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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带着阿云 马上离开这儿 没有我的消息 暂时不要回来 出什么事儿唐医生 什么都别问 阿云 跟茶叶帮姐姐走 去哪儿啊 那我去拿去东西 什么都不用拿 快走 快 快走 清朗 黑衣 你处心积虑 在我家里这么长时间 是为什么 十六年前 是你的父亲杀死了我的父亲 除掉黑衣 是我能够活到今天的唯一东 你认为十六年以后的今天 你能杀了黑衣吗 那就看看 我们今天谁可以活着离开吧 戏 快没努力 你 快没那么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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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愿意 我们换个地方 明天上午八点 永胜仓库等你 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金老师 金老师 哥 唐医生 哥 你们怎么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永胜仓库 对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 医生 医生 九九你一定要把我妹妹的眼睛治好啊 她的视网膜已经脱落 恐怕很难在遇啊 还有她受了很大的刺激 精神状况非常糟糕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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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别害怕 医生一定会把你的眼睛治好的 医生 唐医生 唐医生 俭国家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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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在世嘛 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胖医生 胖医生 小姐 我等你回来 放心吧 我会回着回来的 金雨晨就是青狼 我真的是隐狼入室了 怪不得我们多次行动 都被日本人提早知道了 老丁啊 你赶快通知这个明弹山还活着的人 让他们暂时离开山海 我已经通知了鲍曼春 他会在护送瓦道等你们 好吧 那你和我们一块去吧 不了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保护我的家人 来了 怎么样 船马上就到 我的人会把他们安全地送去南京 谢谢你 你辛苦了 阿锦怎么没来啊 他说还有事情要做 这刘子言都已经放出来了 看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大小姐 大小姐 船到了 好 来 大家上船吧 各位 前进吧 好 走 走 走 你迟到了 不是我迟到了 是你来走了 玉成啊 对了 你应该不叫金玉成 我能知道你的真名吗 钢苍英齐 钢苍 钢苍英齐 在我心里 你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兄弟 还有可能 是我未来的妹夫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你是个日本人 我的枪口只会对准敌人 你是日本的一流狙击手 前一段时间 我把我父亲 写的那本射道也已经给你看过了 对于你来说 现在应该是如虎添翼 好吧 射道上说过 好枪手必须要有好身手 我们先把手上的枪 暂时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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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